这个我们这台X2用的用的 正常就不充电了 后来经过反复的沟通 原来他们家的手机是各式各样的 老爸用华为 老妈用oppo 他姐姐用小米 这个充电器也是各式各样的 有快充有普通的 然后随便拿个充电头子就冲起来了 这个X2就这样冲坏了 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 现在我们检修这个不充电的教程正式开始 首先放到显微机底要进行观察 电池切口处没有明显的烧焦的迹象 反射一下 也没有任何的损坏的迹象 这个机子没有摔 没有精髓 接下来之后 我们用剪钳把它给剪开 剪的这个位置是充电ICU3300 它就在这个屏蔽罩的下面 拿到显微晶体啊 我们来继续处理一下 屏蔽罩上面的这个黑色防高温的这个贴纸把它给撕掉 接下来之后 我们来直接更换这个U3300充电IC 这个充电电源管理芯片 它是管理有线充 无线充 以及快充 因为这个机子没有进水 也没有重摔 而是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正常的损坏的 它是应该用了其他的国产的快充 以及不同的瓦数的充电投资 不断的乱插 结果导致的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肯定就是搞它 从别的板子上面拆一个相同的U3300下来 更换上去 加上这个也是一个通病 所以搞它 将来之后进入测试 开机 根据电流数据线插上电脑 看它的电流的反应 结果是不行 下一步 我们把上面的屏蔽罩给敲开 在cpu底下有一个usb控制器 它是一个大型的电子开关 它的主板编号 U6300 这个地方的手工细节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靠着cpu 那么我们的温度是要对着cpu的另外一头来进行加热 不要正对着cpu 不然cpu很容易形成虚悍 这是一个小细节 注意一下 既然没有摔也没有进水 而是正常的使用的情况下 导致的 加上客户描述是乱插的各式各样的充电头 而导致的这个烧毁的 所以肯定不是 充电ic 就是usb控制器的损坏 这个usb控制器和iphone插上面还是通用的 这里也是一个小知识 送给大家 这个usb控制器的直器 还是要用中温系 因为加热的时候怕影响到cpu 那我们的风嘴 不要对着风枪来进行加热 而是点吹 接下来开机测试一下 正常 这种乱插的充电投资的损坏 你只要把这两个芯片更换90%包好 千万不要紧张 刚才从料板上拆过来的充电ic 应该是个坏的 我们重新从别的板子上再拆一个过来 安装 接下来开机测试 要是我们的手机维修都是这样的活该多好啊 过两天我上班一定要去拜个佛 都是这种活给我干 每台机我不想包高架 只想修这样的活太好了